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今天要介紹的是作業系統的複製與備份 那對作業系統來講的話 對一個電腦來講的話 作業系統就像它的靈魂一樣 那沒有作業系統的話 這個電腦理論上是沒有任何功能可言的 所以今天我們如果要 那個 要操作一個完整的電腦的話 必須要有一個完整的作業系統 那如果常常要重灌作業系統的話 對我們來講是非常不方便的事情 所以就有 那個程式設計師 把那個電腦裡面的 那個硬碟儲存的資料把它儲存起來之後的話 把這個完整的作業系統做一個備份 那最常見的作業系統的備份的程式的話 莫過於就是Ghost 那原本它是一家公司 那後來被 諾頓 或是Symantic這家公司的話呢 給併購了 所以它現在目前的話呢 它的那個程式的名稱的話呢 變成Symantic Ghost 那Ghost的意思的話呢 那照英文來講是 就是General Hardware Orientation System Transfer 那中文來講的話呢 就是通用性的或是一般性的 硬體 硬體那個資料導向的系統轉移 那簡單的來講的話呢 就是所謂的那個作業系統的複製 是 OK 那 如果你要使用這個Ghost的話呢 它的環境 主要是在DOS下面 OK 大部分都是在DOS下面 那少數的情況的話呢 我們可以使用32月圓的程式來 模擬DOS的界面之後的話呢 來進行Ghost的操作 那所以你今天如果你要操作Ghost 那你買到了這個Ghost的程式之後的話呢 那你可能還需要一個DOS的作業系統 OK 那從通常我們會比較習慣是用光碟開機之後的話呢 然後進入到這個Ghost的作業系統 那假設你已經有了這個程式 那你也會Ghost的那個指令的操作 那個Ghost的指令操作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進到Ghost的畫面 那個 請把那個 用到這邊 可以了嗎 可以 可以 好 那我們就來進到 當你執行了Ghost這個程式之後的話呢 就來到這個界面 OK 來到這個界面 那這上面的話呢 有 版本 這個Synastic Ghost Ghost 那第11.0的版本 OK 那 這個不同的版本的話呢 可以操作的功能 有一點不太一樣 那 那個 就我所知的話呢 在7.0以前的 7.5以前的版本的話呢 是沒有辦法對XP做 XP或是比較高等級像是Vesta或甚至Win7做備份的 OK 那 那個 如果是Win7要做備份的話呢 那 也不建議用Ghost 那 因為它內建就有自己的 那個 類似的程式 OK 那我們進到這個界面之後的話呢 我們看到 它有一個Local Pure to Pure 或是Ghost Custom OK 那Local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針對我們目前這台電腦來操作 OK 那Pure to Pure的話呢 它則是可以點對點的 在網路上一點對點的方式啊 進行連線之後的話呢 有另外一台電腦來提供這個鏡像檔 OK 那 那個 Ghost Casting的話呢 則是 可以 那個 把這一台當作伺服器 就是Ghost的伺服器 把 把 那個你所存的指定的鏡像檔的話呢 發送到連線的 電腦裡面去 OK 那目前的話呢 我們先做 那個 本機的 這個 處理 鏡像檔的處理 那它處理 它把這個整個作業系統 複製下來的時候的話呢 它存在到一個叫做 點GHO 檔 副檔名是 GHO的鏡像檔 OK 那英文來講的話呢 叫做Miro 或是Image檔 OK 那 從Local這邊的話呢 你可以拉出一個 選項 那一個選項 總共有 三個選項 第一個選項的話呢 是磁碟操作 那第二個 就是Disk的部分 它下面有一個D 有一個底線 表示你可以用 那個 鍵盤上的字母 來快速的操作 那P的話呢 它T選的話呢 代表的是分割區的操作 那Check的話呢 則是檢查 你的那個 檔案或是磁碟機 那會簡單的 檔案或是磁碟機 那我們主要備份的操作的話呢 那個 備份跟還原的操作 主要是 操作 Disk跟Partition 那 當然如果大部分的情況下的話呢 一台電腦會只有一顆硬碟 那就沒有辦法操作 那個 針對 做疊對疊的操作 那我們通常的話呢 如果 一個硬碟裡面 可能會有好幾個分割區 那我們就可以操作 Partition ToPartition 的那個工作了 那 這邊Partition下面的話呢 它有幾個選項 第一個是 ToPartition ToPartition 的意思是 我把這 我目前指定的Partition 在 那個 存到另外一個 那個分割區 存到另外一個分割區 那ToImage的話呢 則是把這個 Partition的資料的話 分割區的 作業系統的資料的話呢 存到 鏡像檔 OK Image是鏡像檔 那 FrontImage的話呢 則是從鏡像檔 把資料讀出來 還原 還原的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比較常操作的話呢 不是 ToPartition 而是ToImage 跟FrontImage ToImage的話呢 是儲存 作業系統 FrontImage的話呢 是 回復作業系統 那 利用 這兩個操作的話呢 我們很容易的就是 把我們已經設定好的 比如說是 Windows XP的系統 或者是 其他各式各樣的系統 把它做備份的動作 然後備份完 當你出現問題 比如說中毒 或是硬碟資料 損毀的時候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用 FrontImage 把這個資料做 復原的動作 OK 好 那我們先操作ToImage 來看看 OK 那這邊必須說明 那個Ghost 是一個DOS 底下的DOS Base的 那個程式 所以的話呢 你要 除非有驅動滑鼠 不然的話呢 你在上面是沒有辦法操作滑鼠的 使用滑鼠來控制這個選項的 那它要怎麼辦呢 那它必須要